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疫苗接种点的数量也有所增加 目前有21家医院可以接种疫苗 下周另一批新冠病毒疫苗将运至匈牙利 随着可用疫苗数量的增加 接种疫苗的人数也在增加 在医院中首批接种疫苗的是第一线工作人员 因此新冠和重症接护人员已经接种了疫苗 此后全科医生和护理人员也将会接种疫苗 即将抵达440万剂的辉瑞疫苗 但其他疫苗也在等待批准 匈牙利已经预定了1700万剂的各式疫苗 匈牙利的新冠病毒感染数量持续上升 根据早上的数据 一天内有2000项检测呈阳性 137例死亡中大多数是老年人 以及慢性疾病患者 死亡人数超过9400人 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被治愈 因此活跃感染者数量正在不断减少 目前有6100多名新冠病毒患者住院治疗 其中425人正在使用呼吸机 警察继续严格检查防疫规定的遵守状况 他们已经不得不对超过18000例违反宵禁 和17000例违反戴口罩规定的人进行处罚 从事研究开发和创新的公司 将获得另一笔工资补贴 春季已经启动了类似的计划 但新计划将于1月启动 也将有助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同时有关明年的最低工资和保证 最低工资的会谈正在进行当中 但是只有在1月中旬才能达成协议 因为雇主和雇员尚未达成一致 薛压力广播交响乐团和音乐学院 将于1月1日举行另一场新年音乐会 去年通过MTVA艺术合作团 音乐剧学院和薛压力广播电台的合作 以一种打破传统的方式进行合作 组织者仍在准备有特殊气氛的音乐会 感兴趣的人可以在巴托克电台 和M5电视频道上观看 1月会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此结束 需要的国家电视台提醒您注意 佩戴口罩保护彼此 谢谢您的合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